在上一节课程中 我们已经在Drupal 7的系统里头安装好一个模组叫做Captcha 如果你的网站不是英语系的网站 那么可能接下来你还需要的是语言的翻译包 首先我们先来到Drupal台湾正体中文的网站首页这边来 下拉一点点 在它的下载路径中有一个Drupal中文化的网址 我们连接过来 它会带我们到Drupal.org的语言翻译的网站 它的路径是http localize drupal.org translate languages 我们目前是在翻译中文这个地方 所以这后面会加上zhhant 这个翻译中文的代号 如果本身你要使用的是其他语言 那么请你把zhhant这几个字拿掉 来到前面这个网址language这里就好了 然后再重新选择你的语言 假设我们已经来到我们所要的语言的网页以后 接下来往下找 在这个网页上面 我们在前几节的课程中 曾经取得Drupal Core 也就是Drupal的系统核心 它本身的翻译中文的语言翻译包 现在我们要的是模组的 所以我们往下找 从这里往下找 它是更多的相关的专案 我们往下找看有没有Capture 在这边 Capture目前的翻译中文翻译包 有Drupal 5的1.1版 Drupal 5的Capture 2.2版等等 那么这个呢 Drupal 7的1.0版α3 这个是最近我们的版本 请你采用最接近你模组的版本的语言翻译包 然后呢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先把它存档 存档完成以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自己的网站 接下来我们来到网站上面的工具列 在工具列上面呢 有一个叫做设定的 请你点按它 在这个设定画面中 我们要设定的是语言 我们把它拉到最下面来 好在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地区跟语言的地方 最下面这里呢有一个界面翻译 点按这个界面翻译 再来我们现在来到了界面翻译的管理界面 来到它的右边 这里有一个汇入的页签 点按一下 进来以后 他有提到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你的PO的相关档案呢 汇入进来 刚刚我们就已经下载了Capture 翻译中文的PO翻译档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汇入 进行汇入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 请你给提供一个语言档案 我们进行浏览 在我们的PC上面来寻找一下 通常是放在下载的地方 找一下 在这里 Juple7 1.0.0.α3 Zhant的PO这个档案 请你选择它 进来了以后 接下来指定要汇入到哪一个 你网站中的语系里头 这些都可以不用再更动它 然后按汇入 现在Juple回报你 翻译档案已经成功的汇入 一共有67个新建立的字串 那么更新的0个删除了0个 表示说这些字串呢 在你之前Juple中文翻译吧里头都已经有了 有些情况下你的翻译包里头 会有更多的新的翻译字串进来 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安装了一个模组 在这一节课程中 我们也把它的语言翻译包也安装进来了 在后面呢 我们再适当应用到这个模组的地方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它的设定方法 接下来请进入下一节 我们要开始来使用Juple的网站系统